长孙熙故意咬中了谋反二字 满意地看着一遇变了脸色 我爹手中上卧有一只蜜君 从南山赶来最多三日 平阳肯定会借这只兵镇压李泰 届时站起 李泰若是示弱便罢了 若是他示强 我就将你交给平阳 他为了护长安肯定会拿你威胁李泰 你想不想知道他是会选择站 还是为你降呢 一遇打了个寒金 难掩心中的惊涛骇浪 这女人竟是要借着他将三军玩弄于鼓掌 他原以为长孙熙只恨自己 不想他现在连李泰都要害 我总算知道为何殿下会不喜欢你 一遇计俏道 你这样的女子阴险狠毒 发起风来像条狗一样 看到谁都想咬上一口 殿下喜欢的是我这种温柔贴心的女子 故而会对你生厌 连听我偶尔提起你都会皱眉头 看一遇眼中毫不掩饰的嫌恶 长孙熙眯了眼睛 心头横起 走下榻 上前蹲在一遇的面前 揪住他颈厚的头发 向后一拉 使得他阴痛仰头看向自己 鬼笑道 不要试图激怒我 你想死还没那么容易 我会让你亲眼看到 他是怎么被你害得身败名裂 你要怪就只能怪你为何要回来 玉碧 长孙熙松开一遇的头发 在他肩上蹭了蹭掌心 站起身 领着两名粗壮的仆妇朝门外走去 吩咐了那个从宫里将一遇送出来的太监 阿妩看见他 不要让他寻死 是 太监反手将门关上 落了锁 直挺挺地站在门外 屋内一遇咳嗽了一阵 等腿脚上的麻木缓解 他才缓慢地站起身 看了一眼屋里快要熄灭的油灯 覆着胸口 蹒跚走到了透亮的门边坐下 唉 十一月初三 太子称病未能早朝 众臣多有听说 昨晚安抚门外发生的事 人心慌乱 聚在成天门外相互打听确信 只当李太氏为了一口气 才向太子发难 熟知内幕如何 金光门外驻扎的万人大军太过显眼 不到中午便闹了个满城风雨 魏王府拆封 李太回府闭门谢客 就连和监王李孝公找上门都没有见 翡翠苑被人搬洗一空的书房中 李太坐在收拾干净的书桌后 翻看着一叠积压多日的书信 阿生从外头走进来轻声打扰 王爷 小郡主已从公主府上送过来了 要不要属下让秦姑姑抱来给您看看 李太翻页的手停顿了一瞬 诞声道 不用 阿生抬头小心翼翼地瞅了他一眼 走上前从怀里掏出了一张褶皱的字条 两手递过去 李太接过一扫入盐 嘴唇便轻敏起来 捏着那字条的手指使了使力道 终究没有撕碎 而是收在了袖中 穿我另到床外 平阳顺利地从长孙无忌的手中借到兵符 两人商议之后 做好了万全准备 只要三日之后 李太敢返 如何排兵布阵 如何包抄围剿 一一算计 事不宜迟 初三这天上午 平阳便派了心腹出城 带着兵符到南山调兵 他则在京中坐镇 他这儿都一切安排得周详 只需等上两天 便能将长安城的局面重新稳定下来 可谁知 就在这天晚上 他忙碌了一日 准备上床休息时 却突然得到了一个 糟得不能再糟糕的消息 启禀公主 城西会有大量五人聚集 平阳困意顿消 紧张道 他们往哪走 似是严康房的方向 平阳念头一转 猛锤了一下床铺 坏了 公主 速去调集府中护卫 办检查后 在前院领命 快 事关紧急 平阳顾不得更换衣物 随便扯了一条披风计上 摘下墙头 一直用来装饰的配件 风声大步地走向门外 从城东赶往城西 快马也需要半炷香 就是这么大点的功夫 等平阳赶到的时候 还是迟了一步 魏王府门外 灯火阑珊 大门敞开 门前血气冲天 地上七零八落地 吊着燃血的刀剑 不断地有人扛着 残缺不全的尸体 从府里走出来 丢到路边 还有火口 都被死死地捆了 推到墙角 李太就站在门外 穿着一条单薄的绸衫 披伞着头发 拖着一只被草草包扎起来的手臂 面容从容地看着门前的情景 听到马鸣声 转头看着怒气冲冲 纵马跑进的平阳 掀起眼皮道 姑母 太子派人也洗于我 平阳盯着他 还在往外渗血的左臂 强自镇定道 是不是误会 李太扭过头 阿生会议 就让侍卫从墙角拎了两个五花大绑的武夫出来 丢到了平阳面前 抬起他们下巴 让他们仰头露出了脸 平阳一看这俩人 脸都绿了 就是他不常在经理野刃的当中一个 是李成前身边的侍卫 阿生脚尖一抬 踢中了一人小腹 疼得那人趴跪在地上 说 平阳一睁眼 此情此景 还用多说什么呀 十一月初三夜 太子派五十壮士 夜袭卫王府 为卫王所查 事败 当夜 大明宫外 遭遇百名刺客闯入 侍卫死伤 处于望仙门外 后被早早埋伏在成东的远征军赶到 辅诛 事举 经连夜审讯 查为太子成前所为 有承阳公主驸马杜和 汉王李元昌 长广公主之子赵洁等人参谋 卫王拥兵 以迅雷之事 于第二日凌晨 分别闯入东宫 承阳公主府 汉王府 将太子一干人等捉拿 早晨 一遇正蜷缩在墙角 披着一条破毯子入眠 紧锁的大门呼地被人拉开 冷风灌进来 一下子就把他给吹醒了 抬头一看 长孙锡正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 不住地往门外看 一挥手 是一守门的那个太监 带走 是 太监上前将浑身疲惫 毫无抵抗之力地一遇扛在了肩上 跟着长孙锡快步离开了这小院 上了门外等候的一辆马车 坐在车上 一遇才有机会好好地打量长孙锡 见他发际微乱 穿着很不得体的灰裙赫衫 一副民副的打扮 忍不住嘲到 黄婶 这是要下地去干农活吗 怎也不戴上锄头啊 那太监阿妩就坐在车门口 听他笑话 低下头去 闭嘴 长孙锡揉着发疼的鹅脚 冷笑道 不用急 你很快就会派上用场了 我心里一直很好奇 一遇沉默了片刻 突然开口道 长孙锡逆视他 如同看着一个死人 什么 当年平阳公主生辰之日 你可曾后悔 痛我打了那个赌 一杯酒 向危机四伏的宴会上走 一杯酒 向后半生的姻缘走 他选了向前 为了情爱冲动 同理他一起分担危险 而长孙锡选了向后 为了仇恨冲动 会了他的后半生 长孙锡僵着脸没有作答 转过头掀开车帘 去看外面的动静 不想回答就算了 一遇柔了柔 睡得发酸的脖子 对着面色阴沉的长孙锡 轻声道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没在意他轻身上前 长孙锡头也不回 不耐烦道 什么 呼吸吹到耳边 使得精神紧绷的他 打了个机灵 我回长安 其实就是为了帮殿下 把太子扳倒 长孙锡转过头 看向一遇近在眼前的脸孔 他身上气味难闻 脸颊脏污 嘴唇上尽是干皮 然而一双眼睛 却是十分的清明 你刚才说什么 一遇不再说第二遍 笑了笑 坐了回去 长孙锡心中的不安逐渐扩大 似乎是总算意识到了什么 慌声道 阿妩 将他捆起来 捆起来 那太监阿妩没动 扭头看向一遇 把他嘴巴堵上 是 长孙锡来不及适应这突变 就惊恐地看着 那跟了他四年的护卫 飞快地伸手点了他的穴道 掏出一块软布 塞进他嘴里 马车露露 一直到了大理寺的门口 浑身僵硬的他 被丢下车之前 就只听见一遇的最后一声低语 有一句话你不该忘记 我的运气从来都比你好 躺在冰冷的街头 一身民妇装扮准备逃出城的长孙锡 瞪着一双眼睛 不明白这一次 他又是输在了哪里 恐怕有些秘密 一直到死 他都不会动 一遇坐在马车上 接过阿妩递来的披风 包裹住动得发硬的身体 放松了身体 靠在车壁上 尝出了一口气 扭头看着正给他煮茶的阿妩 回想起这短短几日的历险 不由唏嘘 多亏了有他掺和 太子才会这么快沉不住气 不过他们都当我是傻子吗 十万大军回朝这么大的动静 长安城怎么会一点风声都没有 不是中途被人拦截 就是根本没人传回来 我从那时就嗅到阴谋 怕自己身陷淋雨 弄巧成拙 特意派了一个不起眼的家仆 送了那封藏字信去求助 那晚我被严淑人送出宫 本已不抱什么希望 还好 还好那信送到了 阿妩多谢你 小的不敢当 若是你能见到我大哥 但我告诉他 我十分想念他 很快 很快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马车在魏王府门前停下 一遇下车之前 在车里将头发衣裳收拾了一遍 闻着自己身上一股奶星 快要嗖掉的味道 这才有些后悔 没有在路上找家酒楼收拾一番 可这会儿都到了门前了 再让他往别处拐 他又不愿 王妃 小的就送您到这里 首领交代您 实际味道最好是先莫联系 一遇点点头 他能猜到 大哥这一次出手帮他是冒了风险的 他一手拨开车帘 松下了肩膀 呼出一口气 我走了 他一蹦从车上跳下来 往前走了几步 再转过头 那送他来的马车 已经调转了方向 渐渐时远 他回头大步地走向王府门口 还没到跟前呢 就听见一声 惊喜交加的呼喊 主子 是主子回来了 平慧一惊一乍地拉扯着平云迎上来 看样子 两个人是在门前等了好半天了 主子 您 您这是从哪儿回来的 怎么弄成这样 一遇见两个丫鬟要哭 忙推着他们肩膀往门里走 守门的侍卫恭敬地行了礼 对他一身狼狈 视而不见 谁让你们等在这儿的 平慧擦了一下眼角 抖开凋子里的红绒披风搭在他肩上 面色怪异道 是李管事 王爷说您今天回来 李管事就让奴婢们在前院等着 丫鬟们好奇 李太的先见之名 一遇却不意外 昨日他让阿妩送信去给李太 以报了平安 王爷在哪儿 心里好些话想对他说 害怕的 担心的 喜悦的 不安的 捂都要捂不住了 主子 您不知道 昨晚上府里遭了刺客 王爷一宿没睡 天明时候回来了一趟 见您玫瑰 就又往大理寺去了 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一遇脚步一顿 顿时失效 他才从大理寺的衙门口前 绕了一圈回来 这不是错过了吗 也好 容他收拾收拾 这个样子 见他 他也不乐意 主子 小君主可想您了 近天地睁着一双大眼 在屋里瞅人 看不着您就哭 您要不先去看看孩子 你们闻闻我身上味道 还不熏了他 赶紧去烧水 弄吃的 让我洗洗再填饱了肚子 可是要饿坏 你们主子我了 哎 是是 痛痛快快地躺在翡翠院的大池子里泡了个澡 一遇多日没能合眼好好地睡上一觉 就由着一群贴身的丫鬟前后围着伺候他擦背 洗头 舒服地差点睡过去 因而没注意到他们搓澡时 见到自己脖子上未消的牙印 和耳根挤出红痕的时候 脸白哆嗦的模样 洗好了澡 一遇着急看孩子 屋里暖炉烧得旺 他套了一条长衫便走出去 秦琳已经抱着小雨点坐在庄台前头 拿着一串亮晶晶的猪花逗他玩 快给我抱抱 真是想死个人 一遇坐下来将女儿接过去 低头就往他脸上乱哄 小雨点 小雨点 想不想娘亲 娘亲好想你啊 让娘亲亲 五个月大的孩子 手脚都有力气 小手推着一遇贴紧的脸 嘟嘟噜噜噜了几下 大概是嗅到母亲身上的奶香 忍出人来 嘴里啊啊地叫着 片刻后 竟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一遇吓得赶紧松开他 放在大腿上 以为是尿了 手伸进粉皮的小被子里一摸 光溜溜的 没有湿啊 饿着了 许是知道您要回来 早上喂东西都不愿吃 听秦林的话 一遇赶紧将衣裳拉下来 将她抱好 小家伙自己就嗅着味道 阿妩一口咬了上去 两手扒拉着使劲地吸起来 小家伙吃奶的功夫 一遇简单地对秦林和几个竖着耳朵 等听的丫鬟们 编造了自己这几日的经历 该省略的一句没有多讲 太子召我进宫 是想问王爷通敌一事 我个妇人家知道什么战事 就敷衍了他几句 想他是不甘心才将我扣下来 后来东宫有位书人与我相识 就走了小门将我送出宫 我怕回来得早还会被太子难为 就故意在外头留了几日 今早上听说王爷回来了 还打了胜仗 这不就赶紧回王府了 应付完了丫鬟们 喂饱了小雨点 一遇更衣后 又用了一顿丰盛的早膳 吃饱喝足困意上来 因为想等李太不愿睡 就拉着秦林在屋里小声地说话 一边哄着小雨点睡觉 主在杜大人登门拜见 一听说杜若瑾来了 一遇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昆元路 李太这两天肯定没时间处理这个 便将睡熟的小雨点抱到小床上 整了整衣裳出去接见 一遇恰恰猜错 杜若瑾并非是为了昆元路而来 听说昨夜为王府遭了刺客 你没有事吧 一遇咳了一声 有劳先生挂念 我没事 他昨晚上都不在府里 怎么会有事呢 不过想来李太有所准备 太子的人也伤不到他 杜若瑾犹豫了一下 突然站起身 对着一遇攻身一一 杜某有个不情之情 两人曾是师生 一遇怎堪受他大礼 连忙起身 压抑道 先生这是做什么 什么请不请的 有事您且说 姑且不论杜若瑾要求什么 单凭前阵子满城风雨的时候 他还肯费力从太子的手中保护了昆元路底搞一事 就够一遇谢他的了 是这样 杜若瑾脸色不好的将昨夜大明公被刺客夜袭 把人抓起来审问过后 牵出了太子逼宫篡位一事 还有一份参与谋反的名单 杜家老二 承阳公主驸马杜和就在这名单之里 天不亮就被大理寺来人给带走了 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但方才一同承阳公主到大理寺去了一趟 想要见家二弟问个清楚 然被官差阻于门外 听大理寺的官员说 此次负责监督审理此案的是魏王殿下 昨夜偷袭大明公的反贼 也是由王爷手下的兵马抓不到的 故而 想请你陪我走一趟 看能不能请魏王殿下通个情面 让我见上二弟一面 杜和参与了谋反 一遇事料到了太子会苟急跳墙 可没料到昔日的铜窗也有份 听见杜和掺和了此事 他是惊异万分 想了想 不管是真是假 是念旧情还是陷故 杜若瑾这个请求 他都不能推辞 好 我就陪你走上一趟 不过有没有用 我就不能坐保了 杜若瑾低下头 道 不论如何 多谢了 刚喂过奶 也不需要再换衣裳 一遇让平童去取了一条披风 便匆匆跟着杜若瑾出门 上了他的马车 大理寺监牢 李太 你这个小人 放本宫出去 本宫要见父皇 没有理会 李承前在身后的大喊大叫 李太接过主部递来的笔录 边看边往外走 王爷 您看 太子他拒不共认 这该如何是好 一名主事问道 李太没说话 身后另外的一名少卿 小声地嘀咕道 这是不认就能了事的吗 过两个时辰再审 适量用刑 李太道 对太子用刑 几名官员对了个眼神 没一个敢说不合一的 现在他们这些消息灵通的官员 哪个不晓得 未亡有三万精兵 在金光门外驻留 皇上病重 太子倒台 眼下这长安城里 谁是老大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出了后院的监牢 前厅便有几个人结伴迎上来 看清楚了来人 李太身后的官员连忙行礼 见过长孙大人 房大人 这位大人 房桥回了一礼 就地询问起了 这几名大理寺直官 有关太子谋反一案审查的情况 而长孙无忌 指了指远处的树下 对李太道 王爷 借一步说话 李太看了他一眼 便率先走向了树下 房桥一边打听着情况 一边关心地看向树那边 离得远 听不清他们在谈什么 就能看见长孙无忌 正匕首画脚地对李太说话 大概说上了有七八句 李太才会回一次口 就这么过去了一盏茶的时候 两人谈到了尾 李太夹着卷宗 面无表情地从长廊离开 长孙无忌皱着眉 扭头对房桥摇了摇头 大发了眼前的几名官员 房桥走过去 怎么样 他说什么 唉 卫生先叹 长孙无忌头疼道 卫王态度很是强硬 他说太子行刺他在先 后有违逼大明公 犯贼是他派人捉拿的 这件案子 他会同刘大人一同审理 不许我们过问 恩 你没告诉他 这样不合理法 长孙无忌摆摆手 都说了 卫王说他今早进大明公去请示过 房桥一惊 左右看了一眼无人 压低了声音说 他去过大明公 那他知道了 皇上的身体情况的确不好 前一阵子还偶尔有清醒的时候 这几日是干脆昏迷不醒了 太医署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个个都是提心吊胆 除了宫里头 知道这件事的 满长安也不过五个人 出了昨晚的乱子 监国的太子都被扣押在了牢中 卫王一时势大无人能及 他们原还想着 用大明公那头压一压 可李太竟是借着今早的乱子 先进宫去探了 唉 知道了 都知道了 长孙无忌又叹气 同房桥两个人 在冷风嗖嗖里 战了半赏 想想金光门外 没有散去的三万精兵 就觉得如芒在背 这真是世事难料 谁想为王会立功回京 谁想太子会逼宫谋反 谁想皇上会卧柄不起